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姐姐 来这边请坐 有什么事我可以帮忙的吗 会教师 我刚怀孕 有心体有些不舒服 我不知道应该要注意些什么 另外 我刚怀孕 身体上会有什么改变呢 怀孕生理心理改变与孕期不适处理 怀孕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改变呢 除了肚子变得越来越大还有呢 怀孕在初期是一个喜悦的讯息 但是 会有一些不舒服的症状 例如 孕吐 吃不下 这时可以少量多餐 不要吃太油腻 有时 会觉得头晕 这时 尽量避免久站 百变知识要慢 若想睡觉 注意力不集中 就好好睡一觉 养成规律作息 情绪起伏不定时 可以听音乐 和家人朋友聊天 必要时找专业的人员谈谈 怀孕初期 爸爸要关心妈妈身体的变化 分享妈妈的心理情绪 主动分担家务事 表现出体贴负责的一面 随着宝宝长大 妈妈身体上的不舒服也会增加 这时可以帮妈妈按摩腿部 让妈妈感受到关怀 二手烟对孕妇及胎儿影响很大 有抽烟的爸爸应该要戒烟 适应怀孕带来的生活改变 怀孕中期是最具孕味的时光 不过还是会有一些不舒服的症状 例如便秘 这时我们要多喝水 多吃蔬菜水果 养成定时大便 运动的习惯 有些人会有痔疮情形 应该避免便秘 久坐或久站 温水坐浴 必要时要看医生 用药治疗 阴道分泌物也会增加 洗澡时采用淋浴 穿棉子内裤 保持干燥 如果分泌物太多 有烧痒 着热感 臭味 就必须看医生 下肢浮肿 筋脉曲张 可以穿弹性袜 休息时抬高双腿 不要久坐或久站 增加腿部运动 控制体重 避免便秘 不要翘脚 怀孕末期 我们以欢喜的心 迎接新生命 但还是会有些 不舒服的症状 例如心口灼热 这时要少量多餐 不要吃太油腻 近食后不要马上躺下 常常会有腰痠背痛情形 可以保持正确的姿势 使用脱腹带 熱敷 按摩腰部和背部 不要提重物 有小腿抽筋情形 可以补充鈣 腿部保暖 不要久站 休息时抬腿 按摩腿部 穿弹性袜 补充睡眠 下面是早产的症状 要特别注意 如果有规则子宫收缩 因到出血或破水 就要来医院 怀孕中末期 爸爸要参与产检过程 才知道妈妈跟宝宝的健康状况 常常跟肚子里的宝宝说话 放松妈妈的心情 和妈妈一起讨论了解生产过程 一起准备生产用品 为迎接新生命做好准备 要生产了 怎么生才好呢 生产方式可分 自然产及剖腹产两种 大多数的妈妈可以自然生产 但有些会因为医疗上的理由 需要进行剖腹产 例如 产成进展殖滞 产前大量出现 胎儿窘迫 胎胃不振 巨婴 前胎剖腹产 催生失败 自然产跟剖腹产有什么不同呢 自然产的伤口 伤口约3-5公分 叫不痛 不需麻醉 产后当天可下床 少部分会发生艰难产 外应部血肿和肛门直肠裂伤 对身下一胎没有影响 是健保脊腹 剖腹产伤口约10-15公分 叫痛 需要脊椎麻醉 伤口腹远约需一周 宝宝发生呼吸窘迫和病症的机会高 妈妈可能发生麻醉过敏 常沾黏 泌尿道感染 生下一胎发生子宫破裂机会较高 自愿性剖腹产需自肺 餵教师非常谢谢你这些解答 非常感谢你 不会啦 这是我的本份 那这本孕妇健康手册啊 你可以带回家去看